那是好 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 那当韦玲提出要婚前见解的时候 你心里会排斥吗 不会 因为我就是 自己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为那时候其实去 自己去做 也是在同学的建议一下去做检查 那就检查出来 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大肠子 常有一个粪便前写的指数 就是它正常只是200以下 结果既然就是 我检查出来是1200多 超高标准很多 对 差不多 那因为其实本身 因为它不会痛也没有感觉 就是我常拉肚子而已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拉肚子 如果年轻 如果没有再想多一点的话 通常就这样子过去 对 也没什么 那因为医生快来跟我讲说 那很幸运 因为我的那个种 长在那个腺体上面 就是只要晚三个月到半年 它是有机会变成第二期或第三期的 但是你发现的时候是零期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现在连续定期检查 八年的我都很健康 OK 很棒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YES 好 还有就是说 婚前没有健康检查 结果呢 没有想到呢 孩子成了无辜的这个受害者了 我们听听 Lily Lily YES 我就是 我先生有地中海贫学 之前我们也都不知道 也没做健康检查 然后是在老二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次放学 去接他放学 就在大马路上 他就突然昏倒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很慌 就在马路上拦车子 然后就直接冲到医院 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就觉得 那个医生跟我检查出来之后 那医生有跟我讲说 那医院那时候跑到好几家医院 因为一直都不确定因素 那我们一直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就医生就跟我讲说 确定他是地中海贫学 然后叫我说 以后他如果有对象要结婚的时候 记得带来给他看 所以你们婚前没有健康检查 所以你跟你先生都不认为 你们有地中海贫学 对 然后后来老大去检查 也检查出来 他也是有 对 那医生就说 以后他交男朋友的时候 你就记得 这医生好负责任 徐医师你们也包这么远的吗 从小孩包到他结婚以后 你看看 这是我们服务项目之一 真的 主要是做遗传咨询 像是地中海贫学 其实有四分 如果说你们两个是同型的代言者 其实将来生出来小孩子 有四分之一会是很严重的 甚至会坏在里面 或是他是重症 必须终身输血 我们已经遇过这样的 那等到你知道他这样的时候 对你的心情上 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还好耶 还好 生米煮成熟饭 对 孩子也生了三个 没有 是照顾孩子是很辛苦 后来是把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后来就辞掉了 因为完全不敢松懈就对了 就完全就是只能做兼职的工作 就是守在孩子身边这样子 对 就是很辛苦的过了一段时间 对 那现在最大的小孩几岁了 28 哇 那他应该有再去找那位医生了吧 他应该要结婚了吧 他去年结婚了 可是 可是他也没婚前见解 没有 因为他已经知道 我的女婿也有地中海贫血 可是已经 你说的是女儿对不对 对 女儿有地中海型贫血 然后女婿也有地中海型贫血 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是已经爱到不行的时候 才跟我讲说妈妈这种状况 对 那以前从小其实一直在耳提命面 跟他讲说一定要跟妈妈说 那他们两个都不讲 然后一直等到 就已经确定要结婚了 没有他不行了 然后就 许医师你会怎么样建议 就是说 其实他的女儿有地中海型贫血 他遇到了一个他爱的男人 结果这个男人 他也有地中海型贫血 你说如果双方都有地中海型贫血的话 生出来的小孩有四分之几是会是重 四分之一 会是什么 重症溶血 重症的地中海贫血 那重症的地中海贫血会怎样 必须 有些是 有一种是甲型的话 它会变成胎儿水肿 小孩在肚子里面就会水肿 全身水肿 那如果是乙型的话 大概终身都必须要输血 以前大概活不会超过20岁左右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这种 婚前渐检 为什么普及率这么低 因为很多人就怕说万一检查出有问题 那婚姻是不是完蛋 所以也有一点不敢面对现实 有没有 就是心情上非常的挣扎 但是我们医生最重要是要劝他 就是说你要做个生育计划 你万一知道说你们两个都是地中海贫血 其实也许一个是甲型一个是乙型 与其你从现在开始一直担心 担心你将来到怀孕 怀孕万一检查出小孩子有问题 你才去面对它的时候 这样反而更糟糕 所以那事先你可以先开始做沟通 现在医学科技 有些东西都是可以解决的 比方这些问题 利用现在医学科技都可以避免掉一些将来产生一些疑传吸疾病的这些可能 OK 好 那我觉得回到这个Lily妈妈这边 就说那女儿现在准备要怀孕吗 还是她已经生小孩了 没有没有 她跟我讲妈妈给我五年的时间 让我们两个好好的想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做决定 结婚之前就因为我很坚决反对 你反对对不对 我跟他们挣扎了大概一年多 就是不希望他们结婚 因为他们两个认识已经七年多了 对 爱情长跑 硬是要拆散他们也是何其忍心 不忍心 真的讲实话不忍心 只是说因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女儿后来跟我吵架 她跟我说 妈妈我们大不了不生嘛 我领养总可以吧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可是你这么爱孩子的人 你告诉我你不生可能吗 我说万一有一天不小心怀孕了 你告诉我你不生吗 你生还是不生 所以后来 可是我女儿后来跟我讲说 妈妈我会很理智 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好好考虑 那你的女婿也这么理智吗 她也可以 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她也可以宁可不生吗 对 我女婿也还不错 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毕竟我觉得 什么事情碰到了爱情或者是感情 就很无解了 因为你真的爱上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 希望能够两个人继续相伴嘛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她可能自己也是地中海型贫血的患者 我觉得这个还蛮多的 对 现场这个是地中海型的朋友的请举手 或者你知道你的朋友是有地中海型贫血的请举手 很多耶 我可以请教一下许医师 在台湾来讲 地中海型贫血的患者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那个待遇率大概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其实百分之五 但是有轻微有比较严重的 对 大概所有来说大概是百分之五的待遇 就有甲型乙型吗 对 你刚刚也说 对 所以像刚刚那样其实简单抽个血 尤其两个是甲型一个是乙型 根本什么事都不会有 所以他们两位 对 即使都是地中海型的 也可能男的是甲型 女的是乙型 对 对不对 如果是甲型跟乙型的话 他们生出来小孩就相对 是正常的 顶多也是像他们一样 只是地中海的代源者 顶多是一点平血而已 但是不会是重症的 什么荣血那些的 但是都没有关系 那他们两个也许应该去做个检查 也许心里面的压力反而没有了 他们后来都没有再去 心血医生的提醒 对不对 对 你看吓自己吓这么多年耶 回去请他们两个去做健康检查 虽然已经是婚后了 可是这个讯息还是非常重要的